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可以看得到不但是结合旅游也结合艺术饗宴很棒很棒的一些活动想要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看看艺术结合餐饮的一种生活仪式 我们常在聊生活当中要很有仪式感 有仪式感就会突然间让你觉得说很枯燥无聊的生活变得有趣 或是有有记忆点啊 我觉得那是有记忆点 就是当你在为生活做一些仪式的时候 那所以但是像我这么忙碌的人 对我来说呢这个吃饭是一定要吃的 我就会很希望在吃饭这件事情上 能够让我这个有多一点的 就是因为饭是一定要吃的 不用另外花时间去做 所以用吃饭这件事来让自己觉得快乐 或是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些什么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呢就是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一场 结合了艺术和餐饮的生活仪式 就是让我们欢迎的是我先来欢迎的是风潮音乐身体工房的音乐总监 音乐家许曼玄老师 对 许曼玄老师 许曼玄老师 好好曼玄老师好 这个字哦 这个还好 今天很适合今天的那个下雨 它是要派阳 对 它是要洋光 然后它的右边到底应该怎么念 其实我不太会念的 如果只有对这个对好 总而言之呢 许曼玄老师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名字 但看得出来应有一种火炬感 不知道是不是 太阳照耀 所以老师今天来这里呢 那个温暖我们 用阳光温暖我们就用英语天 那另外要来介绍的就是傅森梧桐树 傅森梧桐树艺术体验服务的欧千鱼组长 欢迎组长 你好 大家早安 傅森桐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其实基本上呢 在我前面的这个废蝶早餐节目当中 向荣大哥也介绍过非常非常多次 那我们也常常介绍 然后我觉得很棒就是傅森桐 其实在这些年 我们在聊的那些内容里面 都一次比一次有趣 是真的有趣 就是可能结合了音乐 跟环境场地 一种自然与自然结合的共舞 然后不管是不管是这种艺术 这种艺术啊音乐啦 或是大自然啊的那种 还有一些是比较特殊的文化 是是 对都非常的棒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更普罗大众 能够接受的 叫做吃 对不对 对然后再加上 也是一样艺术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这个 先聊一下这个傅森 傅森桐树 那个树是 梧桐树的树是别树的树 那傅森桐树是 新的一个 它是我们富兰朵富森 那位于木栈老城里的一个 新开幕的餐厅 对那刚才有提到那个树 是别树的树 就是我们希望来到我们餐厅里 用餐的贵宾 可以有像回家的感觉的 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地方是在 这个地方是在木栈 木栈 对然后在老城里里面 它是新的吗 它其实过去是另外一个餐厅 那过去餐厅的名字 它是叫做凤灵 对那它的凤是凤红的凤 然后降临的灵 那我们之所以会取名叫 梧桐树 对就是取自于 庄子秋神的典故中说 凤凰这样尊贵的鸟类 它只会降临在梧桐树上 所以它其实还是跟前面的 对是承袭着过去的名字 那现在叫做梧桐树 天呐你看到人家多有文化 对啊 好美哦 对 好美的典故 对对对 哇这个有文化有文化 那个连这个庄子 都跟大家来分享 好所以附森梧桐树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 不同形态的餐厅 就是在台北的木栈 在台北木栈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 它旁边其实就是 完全是 它其实就是坐落在一个 一个像是庭园一样 嗯 它这旁边是另外打造还是 其实原本 它原本就是这么样的美丽 那其实它一路往下 这其实是第一层哦 我们整个园区它是有七层的 哇 它是有步道的 对 OK好 自然森林 好 所以呃 我在这里哦 刚刚我介绍一下两位 是只是介绍他们目前 我们给抬头 但他们两位的这个背景 都非常的厉害 两个都是 真的都是艺术人哦 那像是千余组长 你 你是北义大戏剧戏毕业的 对 是不是 是 然后呢 是跨界的展演设计师 其实现在有很多艺术跟演出 都是以跨界的方式在进行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 更多不同的体验 对不对 然后生活仪式 孟福的表演者 好 那曼玄老师 曼玄老师刚刚我们说 他在风潮音乐单身 身体工坊的音乐总监 可是你本身背景是 专业的古真 演奏家耶 对 古真 大家有没有听到古真 就会觉得天哪 就是一位 呃 非常有仙气跟灵气的感觉 可是我都 可是我都一直在打破 这个仙气 对 然后呃 你的专辑日安波斯局 也入为第二十二届 金曲奖流行类最佳演奏专辑奖 而且入为第二十二届的金曲奖流行类的最佳作曲人奖 那当然还有很多过去的呃 得奖的这个还有这个入为的经历 那呃很多的演出演奏跟呃这个寿业寿业的经验 嗯 Zwey 那现在你自己在叫做身体工房 对 这身体工房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做的呃音乐是关于身心灵方面的 哦 对 其实 对因为其实像我我我虽然就是也做了满多就是古典的啊 还是这种健康心灵原创的音乐 但是现在这几年 我们又更focus在这种身心灵的产业的发展 那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一个机缘 所以跟 欲坚富兰朵 对 欲坚富兰朵 富兰朵这些年载 很奇特的 富兰 富兰朵最近都是走疗愈路线 对 对 所以就是确实 然后我们刚刚又看到这个全新的一个很棒的场地 对 让人很期待他的一个相互结合 那好 这个先介绍完两位的一些背景之后 我要再继续回到那个 这个新的富森 富森梧桐树的这个地方 那刚也讲了 先讲了富森梧桐树他的背景 地点 然后也讲了这个卖玄老师他们的 他们所做的事情 那怎么会 就你们你们是怎么 怎么怎么两个怎么碰在一起的 我先讲下 那在我们那个餐厅里面呢 其实我跟曼玄老师的相遇是在大概三年前 我们在富兰朵那个美丽的男士西旁 就有一次非常音乐疗愈的 对对 有一个演出这样子 有一个很特别的 对 那我们自从就是规划了那一个富森梧桐树餐厅之后 我们觉得那个场地实在是太棒太美了 那我们第一个连接到的就是想到 有像曼玄老师这样那么棒跟那么美的艺术创作者 包含他的音乐跟老师个人呈现的内外在的那种美的氛围 谢谢谢谢 都非常非常的与整个场地吻合 所以其实在我们餐厅里面 每一天大家来到我们的空间用餐听见的公播音乐 现在使用的就是曼玄老师的创作 哦 对 对就是我们在三年前其实一个就是疗愈剧场 一个疗愈剧场的相遇 然后在那个富兰朵的演出 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跟张义军老师 对然后那一场演出其实我对富兰朵留下非常非常深刻印象 第一个是我觉得他们企业的人文的文化 对还有就是他们的对那种环境啊 那种就是那个环境的用心 然后还有跟里头内容他们希望带给人们很不一样的体验 不只是吃这件事而已 对就是从吃扩散出去的 这个种种的更深的连结 我觉得是很有印象 那因为我觉得是那三年多那时候 我们结的那个缘分 然后后来就是复生 后来复生 对 吴童书新开的 然后去参观他们一个新的据点的时候 到他们那个环境 我觉得哇塞 这个场音真的太辽阔了 所以我们走进去 我们到那里除了像刚刚谦宇讲的 就是一走进去 你可能一整天你听到的那个音乐 就是一种 就老师他们所打造的一个身性灵療育的音乐之外 那里还有怎么样的一些形态的体验跟服务 是 其实一走进餐厅 如果是你的五感上你听见的就是徐曼生老师这样美丽的创作 在你会看见的映入眼帘会有一个装置艺术品 非常的醒目 它是我们邀请国际的花艺大师朱永安老师他创作的作品 那在整个餐厅里面你可以看见有两万多片重复的圆形 每个圆形里会有一片红色的玫瑰花瓣 它其实代表着永生 珠色 银白跟透明 对那其实整个想要呈现出的又是回归到过去的名字喔 它是像凤凰的羽毛一样 对那也是代表着每一位客人也像凤凰降临在梧桐树当中 对所以听觉上有了 视觉上也有了 那接下来你会遇见的就是一个生活仪式 是迎宾的体验它是叫做 梦 空落 梦不会是参奇当中的 好 空落是什么 空落呢它其实像是 这千语吗 对这是我 这你吗 对这是我 这是谁学的 我这现场我看过他的演出喔 非常棒 我有起鸡皮疙瘩 我透过这张照片其实有感受到那一个 我觉得那种那种立啊 那种立与美 然后专注 哇好那你来跟我们讲 分享一下那个空落 空落它其实是想要借由一杯茶 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整个仪式的过程会听见空灵谷的演奏 那最后我们会邀请贵宾一同举杯 然后会有一个这样子碰杯的过程 然后当那个瞬间发生的时候就有很多很有趣的火花会在那个瞬间爆发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饮瓶 就用一杯茶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生活仪式是梦符 就是这张照片当中 这张是梦符 对正在进行 梦符的话 这里写的是说在饮茶的过程中表达对生命之歌的颂用 是 这边想要送给主持人一份小小的礼物 好美喔 这个是我自己手写的文字 那这张纸它其实是 好有才喔 它这个纸是我们富山梧桐树餐厅的餐纸 就是每一个用餐客人的那个setting上就会有这样一张纸 那它上面书写的就是关于梦符 这个生活仪式它的注解这样子 对 好棒喔 这是柴女 因为老师才是柴女 真的太厉害了 没有我现在 我们就觉得说就是这两位其实就是一个 呃不同不同次元的人 哈哈哈哈 跟我们是不同次元的人 就是这样才会共振啊 碰撞 哇 所以等一下我要问的是 所以我在那里用餐 我会有这样的一张纸 就是你的餐纸那张 对 在你的餐盘下就会是长的那样 对 但并不是 并不会有上面的字吧 会有上面的字 所以 就是印刷 印刷出来的 哦就是说你 你写完之后印出来这样子 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 那当然我也会就是在餐期之间不断的去分享 那也可以送给来到这一段柜位 这个是你的落款吗 这个是你 对 對對對 我看到了 哇你的字寫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而且今天你在北藝大士唸戲劇系 請問北藝大士唸戲劇系這麼難讀啊 什麼什麼都要會 請停書法 對什麼什麼都要會啊 其實我覺得是 是你個人啦 來到富蘭鐸有很好的發揮 來到富蘭鐸附身 剛好這個場域他彈的這些美麗的事物 然後包含我的肢體跟舞蹈 剛剛這張照片 對對對 他是茶藝的展演 對那在孟福的那個儀式 他就是一杯茶的過程 然後融合了音樂跟舞蹈的呈現 對 你以前有學過茶道嗎 也是為了這個 這個藝術創作 所以我們有特別邀請了老師 但是一般來說 就比如說茶道其實 如果大家有去了解的話 其實他會是更 對 他可能更深入 或者是他其實有分 更正規 分好多種不同的 這個所謂的流派之類的 是是是是 但我想其實在這裡不是 他能其實就是 讓他成為一種儀式感 成為一種更生活 更生活的感覺 對沒有像真正所謂的這個茶道 呃這麼的 可能這麼的講究 反覆入境 對 但是他更生活 更生活 更能貼近人 對 好所以很多人說好美 怎麼捨得用來當餐店 對 你知道其實齁 我要說這個東西其實是讓我滿感動的 為什麼 我要講 呃 大家如果 當然像大家現在都那個解封之後就瘋狂跑日本嘛 其實在日本有一些 呃很 很 很棒的餐廳 很有文化的餐廳 或者是一些老店 職人老店 比如像我朋友說他去那個東京吃了一個天婦羅職人 嗯 那個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齁 那他們的那個呃可能像菜單一樣的東西 他可能就是手寫 然後他其實是大家就是帶回去收藏 就是很有溫度 對 就是紙然後溫度然後你看到上面寫的字 那雖然這個東西這個上面不是菜單 但是他寫的東西是更呃想要跟你溝通你的心靈嘛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都有注意到 那才是真正的一個完整的 就是你們希望能夠透過飲食藝術生活 去傳遞 對 呃去傳遞給 對 我覺得很不錯真的很不容易 好 那呃接下來我們要聊一下就是剛有講到這個 那個藝術的這個服務體驗還有音樂生活模式 那當然我我我我還是要講到就是用餐的部分 對不對 是是是 餐食的部分我是不是可以請曼雪老師就是 就是用餐體驗融入音樂的意思是說 我在用餐的時候 同時欣賞音樂的表演嗎還是什麼 喔不是他們是分開的 對 對 嗯 嗯 他們是這你要介紹一下 就是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算是就是 像是孟福這個意思就是在餐期之間 呃他一邊吃飯 然後忽然之間就會有一個生活儀式發生 對 然後我們的展演人員 其實也是同時也是外場的服務人員 嗯 就可能上一秒我們還在服務每一位用餐的貴賓 下一秒我們就會拿著不同的樂器跟風鈴 貼近式的與你分享這些美好的音樂跟舞蹈 嗯 對 我覺得他們的這種服務是非常高規格的 對 我昨天 演出者的這種親身貼近的服務 我昨天在跳舞的時候 對有一個貴賓就跟著我一起跳舞了 喔 我也不知道那是怎麼發生的 對 但是就是在我服務他的過程當上 他其實同時也在療癒我 是 好休息一下我們待會回來繼續了喔 休息一下 今天禮拜五夜同去郊遊 帶您來一場藝術結合餐飲的生活儀式喔 今天在我們現場的是 呃 在木柵 最新在木柵 作肉在木柵 副森系列的 梧桐樹 的藝術體驗服務的歐千瑜千瑜組長 還有 一起合作 接下來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有一場非常非常棒的表演 這樣請大家一定要來的 就是風潮音樂身體工房 音樂總監的音樂家許曼玄老師 歡迎曼玄老師 哈囉大家好 好 剛剛我們講到的就是 日常 如果你來到 附森 梧桐樹 你所會看到的 對不對 一開始就有一些 迎賓的生活儀式 然後吃飯的過程 然後你在這裡會聽到的音樂 其實就是 沙龍老師的作品 但是當然 今天來到現場 不是只有這些東西要分享給大家 是要邀請大家 一起來這場沙龍音樂會 對不對 哪一位先說 這個沙龍音樂會 你可以介紹一下 我可以介紹一下 對 對 那我們的這個音樂會呢 也算是我們跟 許曼玄老師 第一次 要在附森梧桐樹 有一個這樣的沙龍音樂會 那日期的話 會是在3月30號 3月底的時候 那當天的活 欸 怎麼了 欸 怎麼了 你要出國嗎 沒有 那一天有兩個很重要的活動 看來那天是重要的日子 我本來已經 我本來已經在想 嗯 是應當要去 我這次要跟你們說 欸 我要去喔 我要去喔 結果居然是3月30號 是 3月30是禮拜六 對 禮拜六 好 那一天啊 對不起 繼續繼續 它會是下午有 這個老師的音樂會 然後音樂會結束之後 會有一個就是大家 可以去到我們的園區裡面 走一走 因為剛才有說 其實我們的庭園 是非常美麗的 對 真的很漂亮 對 然後晚上的話 就會讓貴賓來用 我們梧桐樹的套餐 嗯 所以是吃晚餐 吃晚餐 那最後的話 還會送給來到現場的貴賓 一個小小的專輯 喔 對 紀念的專輯 就是那個臨近梧桐樹 嗯 好 這個是整個活動的流程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內容的部分 我們就要請曼熊老師 來跟我們這個介紹一下 嗯 好啊 因為這一次真的是很難得 就是我們第一次跟附身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結合 然後我也推出 當然要推出就是我自己的樂團 嗯 對 要拿起來 對 放風箏樂團的就是我們去年年底的新作 文化局補助的這一張 嗯 那個地卡波的星空這張專輯 對 那 我的 我的那個樂團其實也蠻奇特的 那 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個緣分 呃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我們在生活當中 都不斷的好像去突破很多的框架 不管說是附身 還是說像我在從事的創作 嗯 我們的樂團的音樂 其實都一直不斷的在生活當中 在突破各種可能 然後讓這個生活是更流動的 嗯 彼此之間的心是可以更流動的交流 那所以當然就是在我們首波的活動當中 就是希望用地卡波的 呃星空這張專輯的音樂 嗯 然後呃我們還 因為這張 就是這個這個活動 而且還邀請了另外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那個 弦樂 弦樂團的 對小提琴 小提琴老師 黃偉俊老師來FIT 對 太棒了 對那我覺得那天一定會非常好玩 嗯 就非常的精彩 嗯 對然後我覺得呃 呃地卡波星空 地卡波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地卡波 嗯 其實它就是位於紐西蘭 呃一個關心小鎮 嗯 對那我覺得就是在台灣 其實像附身這個環境啊 哇它的夜晚也是相當的美 非常的美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那天從下午 聽我們的音樂會 然後音樂會完之後 然後到那邊的森林 呃小徑去走 然後到晚上用完餐 然後用完餐完才可以 還可以跳往台北市的夜景 對夜景 然後看星空 對 好 就可以很非常 就是非常的療癒 呃在你心裡面會很有共鳴跟回想 這樣 對 所以非常的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場 3月30號的活動 嗯 對 欸所以啊 為什麼只規劃一天呢 哈哈哈 其實未來我們也會 對還會有 不斷的想要在那個場域裡面 推出像這樣的沙龍音樂會 對啊 然後與很棒的藝術家們合作 然後與很棒的藝術家們合作 我還在難過3月30號這件事情 對 我心裡還在糾結 就是 對 就是這一場是我真的就還蠻想要參加 可惜 不行 3月30號大家一定要記得 對 禮拜六 所以先講一下現在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上那個 副森無童樹嗎 對對對 搭上那個 上網去去搜尋 副森無童樹 那 就可以看到相關的一些活動資訊 對 好 那我們 剛剛其實有講到這一張放風箏樂團 對 放風箏樂團其實 是您跟另外這位風琴家 對 手風琴的老師 對 所以你們這張專輯是用這兩種樂器 對 其實它很特別喔 就是光我們的這個音樂的聲響 其實它就是非常具有森林系 那種很晨曦的那種先進的感覺 好想聽 對啊 就是非常特別的結合 因為大家很難想像就是一個中國的 好像傳統樂器 然後怎麼跟西洋的這種非常 東方非常極端的兩者那種聲響怎麼結合 對然後 當然我們這張專輯當中其實它還有其他的編曲 對 就是那個整個音樂 所以它是搜羅了整個地球我覺得它最 最療癒 最療癒的一個環境生態還有物種 然後將那樣子一個精神積取 然後把它淬煉成這一張 居然騎地卡波的星空 對 那當天我剛剛聽您說 其實你們在音樂 就是沙王音樂會裡面 所以就你們兩位之外 還有 還有一個小提琴家 還有一個小提琴家 對黃偉俊 對黃偉俊老師 所以那這樣子的一個演出 你覺得大家可以 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會帶來什麼樣 它這是室內的演出對不對 對 在室內嘛對不對 並不是走到戶外 在室內演出 對 你覺得大家會 你會希望大家帶著什麼樣的心情 或是感受 或是你覺得大家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其實我光想我就覺得是一個非常match的能量 能量 就是一個能量場域 對 因為一個是我們的音樂內容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我們的樂器 然後還有到我們樂手本身就是 跟音樂之間 然後彼此可以共創那種音樂氛圍 我覺得它 我覺得聲音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聲音是最快能夠打開一個空間場域 對 對 就是你看你要去哪一個次元 用聆聽音樂 其實它也是一種方法 就說我也可以到達你們兩位的這個次元 是 是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的 對 對 我覺得它只是打開 就好像一個帷幕 就像我們在收聽 這個同樂會的頻道 我們想 想聽的時候 就是點開來的意思是一樣的 對 所以下午三點半就開始 對 馬上就是音樂會對 一開始就是音樂會 對 那然後會請大家去走一走 對不對 對 然後回來用餐 餐點的部分 大家 可以有所期待嗎 就是說它是也可以讓大家試 它是應該 因為既然它是餐飲跟這個藝術的 美的饗宴 饗宴的結合 是是是是 應該也會有一些特別的規劃 當然 非常值得期待 對 對我們一定是五感上的 包含著是美食的饗宴 所以就不是 不是只是吃飽 吃飽是當然有 當然是有的 對對對 但是是一種 你們就說這邊寫的是六感體驗 喔六感 對 六感是哪六感呢 應該就是 眼耳鼻舌聲音 眼耳鼻舌聲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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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文集也是一下講不出來 馬上就升滑了 對 好 那所以喔就是這一場這個 富森無童樹的這個表演呢 是要在這邊要先 喔有有有吃的照片 對 大家可以上來看一下 在YouTube上 這是我們一些餐食的準備 對 欸 我看到下面墊的紙 真的就是 就是那一張美麗的 美女說的這個餐食紙 對 那所以可以看到在餐點的設計上 也是非常注重 它整體的享受 確實你光是在視覺上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舒服 嗯 那這個是喔 這場這個沙龍音樂會的一些介紹 那我想要回到就是說 欸 就像我 我可能3月30號 我沒有辦法來到這類 那我平常任何時間 我其實都可以來到這邊嗎 當然啊 就是我們 其實富森無童樹 我們目前的公修日子 是週一跟週二 那週三到週日都是有營業的 那我們提供的是有午餐 嗯 然後還有下午茶以及晚餐的部分 喔 對 所以其實 大家都是可以預約的 是餐廳不能住宿 對 沒有住宿 那你叫無童樹 我看到那個樹 我還以為 感覺很想要住下來 可以住下來 因為那個地方看起來好舒服 對 是是 對 所以它就是餐廳 那我可以問一下嗎 就是說它的地點到底是在木柵德哪裡 在鎮大的後山上面 在我母校後面 喔 鎮大後山 所以 其實有很多鎮大的老師學生 都已經有來體驗過 真的 他們現在日子過很爽 而且其實我們 以前 以前只有貓空可以去 沒有 是在貓空附近嗎 還沒有到那麼遠對不對 還沒有到 對 對 因為我們離貓空大概還有15分鐘的車程 喔 所以沒有那麼上面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非常的近 對 喔 所以是在 因為木柵我想說 讓大家具體知道一下那個位置在哪 那並不遠啊 對啊 其實還蠻近的 對啊 從山下開上去 半山坡 就是從鎮大門口的那條路上去嗎 上去 對 車程大概10分鐘就到了 那很近 對 那真的是一個小小的世外桃源耶 就是離台北很近的一個世外桃源 好所以餐廳中午午餐 下午下午茶 晚餐 其實都可以去預約 而且非常推薦大家晚上也可以來享受 對 因為它就像是進入一個秘境一樣 晚上的話其實就像你們說 因為像剛剛老師提到的這種星空 所以那邊如果在天氣好的時候一樣 都是可以看得到 是有星空的 對是有星空的 嗯 其實它白天的能量也非常好 真的 怎麼說 上次那個微塵有帶我們還去那邊 他們小鏡這樣 走一走 然後就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那個天空 然後他們還有溪流 對啊 還有溪流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湖 對啊 而且我們在去年冬天 在我們的餐廳外面種下100顆玫瑰喔 真的啊 他們現在已經長大了 哇 對非常美 而且現在又是正值花季 對 應該三月孫要開花了 對啊 有有有 他們非常的盛放 哇 真的 這兩個就是先進來的 你們覺得嗎 尤其是切魚在講話的時候 那感覺就是 就是那個 它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對 來洗底我們的身心靈喔 好 所以平常就是 當然最重點還是 三月三十號的這一場 對 這個 叫做 林靜 林靜的梧桐樹 梧桐樹響 是的 許曼玄音樂沙龍之放風真樂團 嗯 在三月三十號禮拜六的下午三點半 那這個開始會有一連串 一直到晚上的 一系列的真的是可以去進化心靈 但一樣也可以吃飽 的一場藝術想宴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梧桐樹也非常歡迎大家平常 也可以來到這裡 對 它有午餐有下午茶有晚餐 可以上網去預約來看看 那也不是一個非常遠的地方 那真沒想到原來就在我的母校的後面 然後原來現在的學生這麼爽 居然已經有不少政大學生都去了 真是好深羨慕 好 所以最後 那我們請兩位 就是分別就是用一段話來這個 歡迎或是邀請我們的聽眾 一起加入這場饗宴好不好 簽一篇 好 那真的非常誠摯的邀請大家 可以來到我們這麼棒的一個場域 那複聖無童樹這個地方 你可以享受到的 它不只是一個像是沙龍一般 或劇場一般的體驗 它更是更昇華的更升級的饗宴 非常歡迎大家可以來 好 邀請老師 好 我誠摯的邀請大家進入到 附身的這一個活動裡頭 然後來聆聽放風箏樂團的音樂 那我相信就是 你會深深地愛上這個環境 也會深深地愛上我們的音樂 對 而且在那天裡開的秀還可以 拿到老師手上這張專輯 那是另外一張專輯 是另外一張 是另外一張 是另外的我們 喔 真的嗎 新的 新創作 新的創作 新的一個製作的一個 package 哇 太棒了 太棒 非常期待 這邊Kate媽媽 我的好朋友的媽媽在問說 要如何報名參加 平常去可以嗎 我剛剛有講 報名參加就是一樣的上這個 富森 富就富蘭朵的 富森林的森 就是富蘭朵他們另外一個系列 富森 無童樹 無童樹是別墅的樹 上去呢 你就可以找到報名的資訊 那日常都可以去 只是日常沒有音樂沙龍 但還是非常非常棒的體驗 就來這裡洗滴一下 進化一下聲音精靈 都非常的好 所以再次的感謝兩位 謝謝千瑜組長 謝謝曼璇老師 期待3月30號 跟我們所有的朋友 在無童樹相會 謝謝 謝謝 就愛點你UFO Aaa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